这是一块浸透了中国人鲜血的土地 自隋唐至明清 在到民国和新中国 一千多年里 中国历代雄主 但凡有一丝余力都不会放弃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走出国门跨过鸭鲁江 为民族百事发展计 把鲜血抛洒在异国的白山黑水间 1880年朝鲜离市政权民非集团 开始效法日本民族维新 建立新军聘请日本人为教官 新军的待遇装备挤养都比旧军要好 由此引发旧军不满 民非集团借军制改革 大力削弱旧派大院军的势力 1882年会防止旧军滑变 当局向倩祥已达13个月的汉城铸军发放响敏 由于响敏中拆了沙石和汤皮不堪实用 愤怒的士兵殴打了管理凉阔的官员 民非心腐兵朝判疏 民迁稿下令逮捕带头闹事的士兵 由此引发兵变 兵变发生以后 朝鲜国王李西免非逃亡 大院军掌握了权力 此时早已按捺不住的日本 纯纯欲动 妄图借机出兵 燃之朝鲜 失去了政权的朝鲜王朝向清朝宗主国请求援助 尽管自身已经是风雨飘摇朝不利息 清政府仍然决定出兵评判 在袁世凯等人的布置下 清军节用七天时间就完成出兵准备 这个效率大大出乎朝鲜反叛势力的意料 以至于清军到了朝鲜后 根本就来不及准备的大院军 只得亲赴清军军营 拜见宗主国的使臣 借此机会袁世凯设计将大院军的众多卫士 处于军营之外 大院军入营 与清军统领吴长庆寒声后 察觉气氛有意 在同吴面谈时说 将军将作云梦之游呀 这个意思就是您这是鸿门燕吗 吴长庆顾及面子 闪烁其词 不忍发动 关键时刻 袁世凯持刀在侧 大声说 事情已经败露 迟则生变 随即督促手下将士 将大院军强行扶入轿子 连夜登上兵舰 一声汽笛 押送往大清天津去了 这场轰轰烈烈的叛乱 由于清军的火速出击 再加上袁世凯的灵机果断 竟然就这样兵不认血的平息了 由于清军抢先于日本登陆 迅速平定了朝鲜境内的叛乱 又扶持理系掌权 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意大大增强 他们想求中国帮助向后 而清政府也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 平乱的清军六个营 全部留住朝鲜 帮助朝鲜训练新军 等于是把政变前日本人在朝鲜的新军训练权 给抢了过来 其次清朝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 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最后通过代管 全面掌握了朝鲜的海关及外交事务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 中国南方形势危机 吴苑吴长庆奉调帅三营清军回国住房 朝鲜的力量对比开始逆转 由于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节节败退 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 原想脱避以清廷保护的朝鲜王室和清华派开始动摇 12月4日 朝鲜开化派成员邮局总办黄英植 以庆祝邮政大庆若成的名义 邀请守旧派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 期间 开化派党徒在庭外放火 制造混乱 杀死守旧派官员敏永喜 开化党趁乱入宫 他们谎称清军作乱 恐吓威逼朝鲜国王李系 写下了日本公使来卫政的赤书 有朴永孝带着赤书 去见日本人 野心勃勃的日本人迅速入宫 他们和开化党一起控制了王宫 并把国王和敏飞前往井右宫 日军和开化党新军一起 矫照令旧派众臣入宫 一意待劳 来一个便处死一个 第二天 朝鲜开化党 组成新政府 以国王预制形式 寒告各国使节 那些早已同他们达成默契的各国使节 纷纷配合演戏 禁业国王 恭贺新政 一时间 这场政变 似乎已然成功 由于事出突然 袁世凯等人起初 并不知道发生了争辩 在接到陈述堂的报告后 袁世凯当即带兵200人 赶赴邮局 但早已空无一人 日本使馆也大门紧锁 袁世凯带兵沿着攻墙巡视 逼着急行的韩军 问其所往回答是放调入宫敬位 寻至攻门时 发现攻门已闭 直至扶晓收队 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到四日下午才探明政变真相 当得知相熟的朝鲜大臣们 都已经遇害身亡 袁世凯的心情极为沉重 这场以朝鲜内斗为契机 以争夺半岛控制权威目标的斗争 日本人似乎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是毕竟清朝在朝鲜还有三人驻军 还有他们的统领正是袁世凯 在当时中朝间的电报还没有扑通 朝鲜驻军与中国内地远隔重阳 信号莫通 朝鲜清华派几乎被诛杀殆尽 各国使节一面倒地倒向日本 在这样四面截敌的不利环境下 袁世凯是怎样带领清朝驻军 挫败政变维护中国宗主权的 关注我下期更加精彩